好 那很高興大家來今天這個研習 那麼各位您進到我們這個教法中心的協作平台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 這裡 我已經有先幫您準備好了 點開 好 進來之後呢 您就有看到像這樣的一個基本的介紹 還有待會我們要連過去的那個OneNote的網址 那麼 您可以先在研習之前 要先調查一下 調查一下 因為大家 今天參加研習的名稱叫做什麼 要沒有走錯教室的 應該沒有嘛 我們要做翻轉學習對不對 那你要體驗看看之前 我們先 給各位看一下就是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研習前的調查 我們先來問看看大家 看看大家 不管您是老師也好 同學也好 您上課的方式 糟糕 等一下 這裡網址我要改變一下 您上課的方式 好 那 當然呢您把它更新一下 點過去 這樣您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這個連結 有沒有在這邊 那一般其實大家比較常用的 應該大概就 拖 拖不了這幾種吧 有的有用教科書的啊 那有的是交報告的嘛 好 好 那就麻煩各位 我們先填看看 來 好 那麼我們目前呢 有13位同學有 稍微幫我們填寫了一下 所以其實大多數可能 比較常見的大部分是用簡報 比較多對不對 搭配學校的 數學平台 或者 指定教科書嘛 這大概是比較常見的 好 那交報告啊 那些應該也都是常有的方式 說你要 上課就報告的 好 那 這些使用方式我想 問一下大家就是說 像老師這樣的 一般 大家對於 這個上課的方式的話 如果 一個學期下來 比如說我們現在已經 等於是期中考抽了對不對 差不多的嘛 好 剛結束 那等於這個學期過了一半 請問你還記得 老師教過什麼 哈哈哈哈 這種問題好像很尷尬 除了老師自己比較清楚以外 哈哈哈哈 因為畢竟同學是要學很多課嘛 老師負責一課就好了 當然我老師要記得比較清楚 這是應該的 但是 很多時候我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常常會 第一個 你大概比較少 會課前遇習的吧 應該比較少嘛 大部分都是時間到了 出現就好了 時間過了 下課時間到了 就自動消失 快閃 就找不到人了 等到下課時間到了又出現 那 這個一般我們學習裡面 可能 如果說 大家 在這個萬念要考試的 可能就要跟同學 借筆記的啊 看看 老師到底上過了什麼 好 那這是比較我們傳統的方法 那 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如果說 這樣的方式 不能夠滿足我們現在學習的 需求了 那我們來 搭配一下 OneNote來學習看看 您可以從這邊 從這邊 點一下 就可以打開我們這個 OneNote 進到這裡 那可能要麻煩各位先註冊一下 先註冊一下 你可以選擇這個會員登錄 或者由下面這裡 這邊直接加入OneNote就好 那您的選擇呢 有幾種 您可以選擇 直接用上面這些 所謂的社群的帳號 直接登錄的 也就是說 你下次登錄OneNote這個平台的時候 你就直接選擇 看你是用哪一個平台的 直接登錄進去就好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直接 你用email註冊也可以 比如說 我今天我有Google的帳號 或者Yahoo的帳號 我不要透過 一定要登錄它 我也可以拿我的 Google或Yahoo帳號 直接從下面註冊 那這樣你下次登錄的時候 就不用選它 就不用選它 那就直接用這樣帳號註冊也可以 這樣您了解了嗎 所以 待會您註冊了之後 在這邊 我們這裡 待會我告訴各位 這裡有一個群組代碼 有一個群組代碼 好 那 我先登錄一下 好的 像我的就是用 Google的帳號 可是我沒有透過上面登錄的 我沒有透過上面登錄 如果說你想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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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是我的帳號 登錄了之後呢 您待會呢 我們有一個群組代碼 在這邊 有一個這個群組代碼 那怎麽樣加入呢?你往下走 我這裏有 我們代碼會像這樣 會像這樣 下面這裏 怎麽註冊 我下面也有寫 有沒有 我幫各位標示清楚 那麽 您待會要加入我們群組的時候 在群組這邊按一下 打入我們的群組這裏 加入 打入我們的群組代碼之後 請你按下鍵盤上的Enter 好鍵盤上Enter 那你就進到我們這個群組裡面來 那我們的資料呢 就通通都在上面 這樣了解了吧 OK啦 所以麻煩各位一下 我把畫面先還給你